好 各位同學午安 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課程 資訊安全 那我們主要今天要開始要講一些密碼學的東西 密碼學當然也算資訊安全當中的一環 那密碼學其實 內容其實不少 因為我們老師以前 是有寫過這樣的書 所以我們看一下 這當然不是說叫同學去買 以前也開過這樣的課程 所以在這一部分的一個學問老師是 稍微有研究的 所以相關一些東西我們 當然就一些比較 不一定是會在一般的 比較概論性的那個 資訊安全裡面會談到 那其實包括理論 以及實作的部分老師都曾經參與過 所以這部分 倒是可以談論的東西 比較多一些 那我們當然因為是 平常上課是有用電腦教室的 所以我們至少是希望能夠做一些簡易的實作 那實作我們當然會考慮它的一個 一個複雜性 實作部分當然也有一些是程式部分 所以程式部分我們大概 建於同學以前的一個學習背景 所以我們會 全部有關於密碼學的程式部分 全部採用Python 那當然老師也曾經用過不同的語言 像是 C sharp啊 Java啦 C啊 C++也都寫過那個 密碼程式 但是這個 這樣的話可能那個課程太寬太廣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 會把它限制在Python Python的話它一個 好處就是說 它取得比較容易 它相對比較容易學 那它的效能也不差 也就是說它可以做到 其他程式語言可以做到 它也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們會先講 這個RSA RSA部分它大概怎麼算 那我不會馬上進入密碼學套件 密碼學套件大概是 等這個相關的它的怎麼算 講完之後 我們會再引入 那因為實際上 就是說你真正在業界上去用 當然原始上都是用套件 那所以套件部分 我們說在之後 當然不是今天 可能是在過幾週之後 我們再去講那個相關的 RSA的一個套件 那個 真正就是實戰 實戰級的 那我們當然先講 教科書層級的 所謂教科書層級的就是 你知道怎麼做 步驟是怎麼樣 演算法大概是怎麼樣 它一步一步的把它做出來 所以你們這個部分 你就說 老師那你怎麼不直接講 密碼學套件 直接講 也是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希望所有同學 你們當然知道 因為那個密碼學的東西 實在很 比較多 老師不想普遍的去介紹 普遍的介紹 那個 你會 馬上過為發散 所以我們大概 密碼學會談的 一個之前我們是有講 那個雜錯函數 雜錯函數 它一般人講大概 十座軟體 非常之多 那個 所以那個 那個 直接拿來用就可以 另外一個是真正 加密解密 大概就是對稱的 對稱的 對稱的我們到時候 我們會找 AES AES來談 但是我們也 大概也不是去講 AES裡面的演算 因為它演算的機制裡面 也是 相當程度來講 也是比較複雜 RSA相對 比較容易講 因為它原則上就是 數學公式 因為數學公式也很單純 那 目前的軟體 硬體 相關的發展 也非常成熟 所以它來講 是目前 非對稱 密碼系統的一個主流 那 既然是主流的東西 當然就 多花一點功夫 去了解它 好 好 全螢幕是在這邊 好 所以PDF檔 好 我們就 針對這一份 我們的 來做一個說明 好 好 那我們當然今天會 談論的一些東西 RSA RSA的公開經驗的密碼系統 那我們前面 當然會會一些 一些說明 RSA 當然它有一些背景知識 相關的一個數論背景 那個可能下一次再講 就是下一次我們在 做真正RSA的 加解密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再去說 好 前面大概我們會 針對比較 一般的知識說 做一個 認識 那我們在這一份 我們老師也有提到 用 採用所謂 OpenSSL 如何去使用RSA 那這部分因為 呃 呃 我們這課不打算這個做 這樣做 所以那部分我會略掉 那個那個我們 大概看情況 好 好 那知道RSA是由三個人所提出 提出來的 那 在他們提出來這個之前 它會先有一個概念 叫做所謂公開經驗密碼學 它只是一種想法 它並沒有加密解密 啊 這兩個人都是蠻重要的 啊 叫做Diffy跟Helman 他們兩個人是有提出 經驗交換 所謂的DH DH 經驗交換 Diffy跟Helman 經驗交換 是他們提出來的 只是在1976年的 先提出一個概念 但是做法並沒有 好 真正開始有 做法是在四年 所以說當時NIT的三位教授 分別是Rivas Samir Edmond 三個人 好 在1977年提出來 那 這個 當時是刊登在 呃 Scientific American 這個雜誌 一個報導 上面有一個 蠻聳動的一個 一個副標題 就是說 數百萬年才得以破解 但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它當時所提出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 懸賞挑戰的 那個 那個其實後來就被破解 當然也不是很快被破解 好 那個所謂的RSA 129挑戰 後來也是被破了 甚至 呃還有更長的那個禁藥挑戰 也被人家破解 好 那 這是所謂 也就是以他們的 寫 寫 寫那篇文章 以他們的姓氏啊 開頭的 呃 英文縮寫 所以叫做RSA系統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的非對稱的密碼系統的主流 目前還是RSA 當然有 人會說 那不是橢圓曲線 橢圓曲線也算啦 也算啦 但是有些人是對橢圓曲線 是不放心的 好 那一般來說 你會了解他的運算機制 你會對他比較放心 橢圓曲線老師是有研究過 那 發現是 啊 一般來講 真正了解橢圓曲線 大概也只有 做數論的數學家才會比較清楚 好 那 所以 在你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下 很多人是 會 會 對他有點恐懼的 好 好 那 基本上 所謂公開禁鑰密碼系統呢 他就有一個叫做 運算嘛 他有運算 1的話是代表的是加密 D的話代表解密 這個當然是從他那個英文的 Decree ncree 他那個 同一個字母來的 所以 你當然先加密再解密 當然要可以還原嘛 你有 你的經驗系統 啊 你的密碼系統 當然是這樣的 好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你的加密函數是公開的 加密函數是公開的 那 這個加密函數跟解密函數它必須容易計算啊 因為我們實際上在資訊上來講的話 你不可能讓他 啊 所以經過很長的一個計算啊 比方說你 你要把那個 RSA做在那個 你的智慧卡上面 你不可能說我做個驗證 或者我做個加密 結果他要耗時個兩三分鐘 那當然在實用上 當然就會有問題 所以他必須 是容易計算的 容易計算的話 他可以馬上就可以執行的 好 那 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如果將這個加密函數公開 我並不會提供任何簡易 計算 那個解密的方法 這個也只有說 這個 金藥的擁有者 就是他 他也是有 公藥 私藥 所以你這邊實際上可以可以想 公藥私藥呢 他 只有他呢 才知道他加密 加密函數 有 如何去有效的解密 只有他知道所謂的一個線門 好 這一般來講 這個一般稱為叫 單向線門函數 好 那第四個呢 是說 你先解密再加密 他也可以還原 那這個可以做什麼呢 這可以用來做數位簽章 數位簽章 好 數位簽章 我們這個概念 好 那 一般在 實際上的密碼系統 通常來講 大概就是公開金藥跟 對稱金藥的一個組合 所以他的組合原則上 他是採用數位簽封的方式 或者有人是把它寫成數位信封 那 基本上就是整個加密解密呢 加解密是透過 計算比較快速的 對稱式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例子 假設是 IDEA 好這邊我們就是拿 早比較早期的那個 加密軟體 PCP 他的一個 一個例子來講 好 那 RSA 扮演的角色是做什麼呢 他就是針對 這個 IDEA的這個 金藥去加密 然後你在傳送的時候 好 先是這個 IDEA的金藥 先對這份文件先做加密 然後RSA再對這個鑰匙 這個金藥的加密 那我們同時 透過網際網路 我們可以傳送的是 加過密的金藥 以及密文就傳送過去 好 那 搜的人 搜的人 他當然會有 會有這RSA的私藥 所以他就可以把 RSA 透過RSA的私藥 將這把金藥 加過密的金藥 將他解密 解密之後 你就還原了這個 這把鑰匙 然後再來就可以 對你這個密文 再來做解密的動作 所以一般的 密碼系統 多半是採用 數位 密封 或者數位 信封的方式 來操作 也包括了 我們 在SSL 網站的 加密網站的運作模式 很多也是採用這樣的方式去做的 所以實際上 甚至於 駭客所使用的勒索軟體 他也是這樣做的 包括駭客的勒索軟體 駭客的所用的勒索軟體 他原則上 他也是採用 數位 密封 所以他是有 RSA的金藥 那真正裡面 對文件 加解密的 他是採用 對稱式的 一般來講 現在的 對稱式的主流是 AES 所以這部分 稍微了解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因為 今天主要是 要談論 金藥 RSA金藥 所以我們這邊 在 呃 特別 再把這個 再強調一下 齁 那你才知道我們剛剛所展示的那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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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般來說 RSA你要產生金藥 所以他會先要找兩個直數 齁 先找兩個直數 這兩個直數必須要保密 齁 你直數如果公開的話 你這個RSA就沒用了 所以這個在部分的那個勒索軟體 齁 那駭客10座裡面 呃 如果說 他的暫存檔裡面有直數的資訊 那是有辦法可以解救的 啊 所謂的 或有一些資訊安全的專家他有發現 駭客有時候也不見得 真的面面樓懼到 好 那 所以剛剛也有看到我們的計算N呢 是等於P乘Q嘛 這個要公開 所以 的對非對稱公開的是有部分資訊要公開 好 那接下來你要去算那個加密的 加密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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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鑰匙在這邊來講是1啦 齁 就是我們要算那個指數 指數我們下禮拜會會特別去講的 我要把它公開 那他必須要跟某一個數字要互值喔 就是跟這個P-1乘上Q-1要互值 那這個數字 你也要保密 這個數字如果公開也可以破解 好 有的我們這些粉紅色的都要保密 綠色的要公開 這兩個要公開 P跟Q要保密 FIN要保密 好 那 解密的鑰匙呢 解密的鑰匙 其實要跟 你 公開金鑰 就是加密鑰匙 兩個相乘 除以Phi-N 要與E 好 所以這是他的 基本一個條件 這是RSA的金鑰匙的一個基本條件 那有時候就說 老師那這個E跟D要怎麼去算 當然有方法 好 我們剛剛 可以透過那個一些演算的機制 好 一般來講 呃 OK我們這是有關於RSA金鑰匙 介紹的部分 好 好 那 下次我們會花比較長的時間去講 他怎麼去加密解密 所以今天我們會先簡單先說 你加解密的過程 好 我們當然就說 因為他都是一些數字 所以你的名文呢 經過編碼 他也會得到一個很長的很大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他有個限制啊 他不能比那個磨掉那個N還要大 如果比較大你就必須要對那個 整個名文你要做切割啦 就一段一段的 好 就每一段呢 確保他一定是在那個 比N要來的小 好 這個在實作上也當然也沒有沒有很大的問題 但是實作上也稍微比較小心一點 好 那在這邊我們也 也這邊統整 就是說N 是等於PXQ再公開 PQ的指數很大指數 起碼是512美元以上 那現在RSA我們當然會建議 請你用 4096美元 所以他那個計算非常的 大 計算量很大 所以當然就是說 因為有這樣一個需求 那當然也就是說 也有針對 你知道RSA計算去 特別去做 他的一個晶片硬體的一個實作 好 好 剛剛講過 5N也要保密 P-1乘上Q-1 這個要保密 好 那我們真正加密的方式是怎麼樣呢 就是 對這個公開金鑰 好 對這個明文做 一次方 然後再 除以 N的語數 那你除以N的語數 當然一定是小於N啊 那 很多密碼學家 或者一些晶片設計的 特別關於這部分 他會去考慮如何把 這樣一個計算方式去做優化 好 你要說 老師啊 這個數學公式是很簡潔啊 數學公式蠻簡潔的 但是你要把它算出來 呃 不是那麼的 三言兩語就說的 說的完了 好 那 我們這邊當然有個條件 就是說 你這裡的那個 公鑰 就是加密鑰 公開的那個金鑰 1呢 他必須要跟 我們剛剛講那個final 他要護值 GCD等於1嘛 就是護值嘛 護值的意思 好 然後解密呢 解密是怎麼樣 解密就是把我這個密文的C 要把它D次方 然後再 除以N的語數 就回來了 所以RSA他的演算就是這樣 蠻簡單的 就數學的描述它是很簡單 很 很關鍵 很緊 不會 不會 不會肉肉等 大概就是幾個公式就寫完了 好 那我們的解密要 我們的D呢 他 基本上我們就是說 這個算是 1的乘法反元素 有換句話講說 1乘以D 除以 這個final他的餘數是1 好 我們有時候寫法會把它寫成 1的-1次方 乘法反元素 好 那 這個當然也有計算的方式 我們剛剛也有大概稍微提過一下 好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有關於那個 RSA的理論性的介紹 先到這 我們建議同學 你直接就在Google Colab上實作 那我們當然就把剛剛的情況再整個再執行一下嘛 所以第一次要先連線嘛 所以我們先說我們這個要做什麼嘛 好 好 金鑰的部分 應該同學應該自己有辦法把它弄出來 所以我們要去 匯入這兩個套件 一個是SynPy另外也是NoonPy SynPy的話 我們就叫 我們也沒有給它縮寫 照理講 用一個縮寫什麼 會更好一點 好 NoonPy的話一般習慣 Python 寫Python 生設計師來講 都會把它縮寫成為NP啦 好 那這個第三個我們就不執行 主要是問它可以幹什麼 這邊剛剛來講 就是我們可以插入文字嘛 我們基本上就是所謂MickDone 好 然後我們要讓這個產生指數的這個函數 讓它可以運行 所以我們產生指數原則上應該是512位元 512位元嘛 好 基本上大概就是 2的511次方 到2的512次方 好之間 隨機的一個指數 這個我們也不去問了 好 我們要開始慢慢產生金藥 所以P跟Q P跟Q 好 P跟Q的部分 然後你還有P跟Q的部分 好 我們就讓它產生 然後 我們要去算N N就是P乘以Q 好 再來我們要去算PyN PyN的話 P-E乘上Q-E 好 所以這邊就是 一些加減乘除而已 好 沒有很難 這個Landa部分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特別講 所以我們就略過 不弄 好 接下來我們要去找的是 就是 啊 所謂的那個 公鑰嘛 哈 公鑰我們在這裡 就跟我們剛剛所提的一樣 就是說 你可以就直接找 找PyN 除以2到 PyN之間的一個 任意一個值數嘛 所以 值數找出來 基本上跟那個數值應該來講 就會互值嘛 好 當然也可以用其他方式去找 好 用回圈也可以 壞回圈條件回圈 好 這個是比較取巧的方式 好 那這個部分我們建議同學 你最好還是問一下 好 因為這個可能 這個演算機制 你不是太熟 我們 主要它來說 它是這樣的一個 算出來是這樣的一個公式 好 所以 你吐出來的東西 第一筆 當然就S 吐出來就是我們的私藥 第二筆 我們根本不需要 所以我們就用個底線 第三筆呢 是就是你的 最大公音數 77D 好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透過這樣方式 不然的話 呃 你要也可以自己 透過它演算方式去 去把它實做啦 它這邊已經告訴你 它就直接是用 廣義的輾轉相處法 好 廣義的輾轉相處法 好 那 那個 輾轉相處法部分 好 那我們這邊 就 不特別去講 好 這也是常見一個 演算方法 好 如果呢 你的GCD不是1 那當然就錯啦 好 如果是的話 應該就OK 好 那我們這邊來講 因為你這樣算出來的D 它有可能是負的 好 如果說這個H是等於1 所以這個S跟T 有一個正 有一個是負 哪個是正哪個是負 不知道 好 所以 這邊算出來D有可能是負的 我會確保它一定是正的 所以你再去加5N 然後再去除 除以 5N得到語數 它才會是失要 好 所以這個是它的一個部分 確定它是OK的 好 我們下面不講 但是我們執行給同學看 下面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這裡是一段的 測試的名文 很長 對不對 那我們要把它轉換成為 密文 先沒有轉換密文 先要把它轉換成數字 數字是蠻長的一個數字 但是它很長 但是它還是小於N 那下面這邊呢 有 這格有一個 摩運算的 就是那個 加密解密的那個計算 計算的那個 函數 好 我們下一次再提 但是我們先讓它跑 好 那這邊就是加密 CC 就是你的密文 好 所以是這個很長的一串數字 好 然後解密呢 我們用 N2去存 看看它會不會跟原來的那個 名文的那個 那個編碼會相同呢 如果相同就代表 就解正確了 所以是True 最後我們當然要把那個字串 再把它還原嘛 所以我們的字串 應該是這個字串嘛 看它會不會還原 OK可以還原 所以這整份後面部分 我們會在下禮拜的時候 我們會再去講 好 這個下禮拜的時候再去說 好 因為後面是有一些 真正的一些 機制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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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吧 不要 好 好了 OK 別